两年前,当上海山花面对天津全剑时,秦深在伦克斯莱的脚面上,节节时时踩了一脚,然后就变红了。 如今,上海山花面对上海上岗时,导江剧在已经困好球的基础上,又给奥斯卡来了一种。 这次戏剧兄弟变红了,之后的剧情大体相似,秦深被伐了半年。 导江剧也曾让I下放一倍倍,喝了公司,众多伙计在有道德模式全开的形式,老谴责这伙计,却没看见全局,即使没有奥斯卡。 这一大肘子,早晚也是会伸出去的,并不见得针对手。 这几年产生的众多怪事,总是在上海山花布局里面,并分什么偶然,也并分所谓的对公司人之类的说辞。 上海的比这一场,却不止百姓郡,逃过一截的孙世林,以及曹甄甄都送出了凶狠奔攻,只是巧合地集中到了奥斯卡一人身上。 在生花的红牌出现之前,孙世林就从身后放倒了奥斯卡,曹甄甄就顶不住奥斯卡的突破,猫狼出脚,归跟鞋底,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异,才导致了常规手段无法阻拦。 只能上手或者上走,按照排球比赛的标准,高迪在击球之后的客杀,也确实精彩。 只是这不是排球比赛。 球员心态的焦虑可见一方,形成先赢地比的是,当阿赫茂多夫也要不惜犯规,才能赶住问了一问时候。 上岗的球员并没有显得要力太大,如果在仔细看比赛进程,形势会逐渐清晰,上岗球员防守对方奥元压力不大的原因在于,上岗的本土球员和奥元配合紧密。 而生花的几名游戏外员,更像是断打独斗,一脚出去找本土球员,就没有然后了。 霍雷梅在冰场下的直方,与阿赫茂多夫长传长复婚,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结果。 不愿是谁背后一推,横向一走,正面一拍。 都是实力层面相差太多的体现。 常规防守,已经不足以赶住对手的核心球员。 非常规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。 相比一流一对对,赏款,通道批评,上海生花更缺的是内容上的实力提升, 而非精神带得层面的空洞效益。